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详细于6月5日至6月10日 与全品酒店一共带来史上第一次的16手联弹台马盛宴 物宴价格NP3800美元10% 万宴价格4800元10% 消费者可深度探索马来西亚百年华人美味 此次是一共获得米其林三星后的第一次客座交流活动 页者表示 这次在口味与记忆上和客座的店家切磋 期望在俘获的米其林的同时 能不停地借游客做活动来激发更多餐点上的灵感与创意 陈明记叉烧陈明记的陈玉佩老板 选择将传统广式叉烧做法 结合西式卢好原理创作猪鼠刘字椅的叉烧风味 军品提供菜式厂口 当棍烧鸭 当棍烧鸭之道 料理 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传统美食 军品提供详细算盘瓷 传承至第二代的详细 主导的是客家料理 算盘瓷形状 四股带算盘的算珠 主缘预热味向止住团圆和气 军品提供 已传承三代的新海南基饭团 捏得紧实 不会散开 淋上黑酱油或姜容辣椒酱调味 入口感受米粒但幸运 换过机油的米饭 在口中散开的香气 军品提供老板李银 距离其 儿子赵益川 J-A-S-O-N-T-E-O 将带来最传统的潮州豆腐花 传统潮州豆花 以豆花和配料 层层调别的方式呈现 建议料一层层品尝 记者图影如设 姜氏白咖啡是第一家姜白咖啡 摆出马来西亚义宝的店家 潜流第二代老板 姜秀杰晶莹 也是作家陈建一提供